用AI的创造力,创造自己的无限可能 大陆艺人王俊凯今年5月才成为英特尔代言人 却在日前宣布解除合作 原因是英特尔在自己的官网以多种语言 向供应商宣告基于人权争议 禁止提供来自新疆的劳工、产品跟服务 他说国家利益高于切,这不能接受 所谓的人权和民主、价值观 但这些都只是他的一个借口 其最终目的是企图将中国的企业发展 从国际产业链中挤出 大陆网络上一片骂声 问题是,英特尔是世界最大的伺服器 跟电脑中央处理器厂商 居于垄断地位 根据他的财报 中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英特尔最大收入来源 光是去年,大陆跟香港就贡献了202.57亿美元 占英特尔年营收26% 就连一向喊打喊杀的前环石总编胡锡进 都不得不承认 想抵制英特尔,现在还办不到 尽管如此,大陆网民的怒火 英特尔还是听到了 23号中午,他们在官方微信发表声明 强调禁用新疆产品是为了遵守美国法律 并对因此带给中国客户困扰 表达歉意 TVH1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